大家好,我們是超核心健身中心 我們的頻道每週都會更新 專業的運動內容解析 那不想錯過我們內容的話 記得按右下角的訂閱 關注我們喔 我是超核心臨口店的教練 Black 我今年4月底參加的比賽是 WNBF台灣自然健美公開賽 我抱的量級是 傳統健美65公斤級 那這個比賽它特別的地方是 它有要減以及測謊 這屆是第二年舉辦 那去年第一屆的時候 因為我還在當兵 所以沒有參加 覺得很可惜 所以今年就把握機會 我的目標是挑戰量級的冠軍 我這次備賽的訓練使用威力的321訓練法 321訓練法分為三個訓練日 分別為腿、上肢推和下肢拉 踩三天翼循環 訓練內容包含三個主作用肌群的動作 兩個輔助肌群的動作 以及一個小肌群的單關節動作 那因此稱之為321訓練法 那今天我是練上肢推日 那接下來就跟著我一起去訓練吧 我的第一個動作會做槓鈴的臥推 然後會做3-4組、8-10下 那我會選擇3-4組 主要是看一下我肌群的訓練強度 因為我現在是屬於低碳 所以搞不好會比較沒力 我就會選擇減少組數 我正式組抓80 我會再熱一組60 我會選擇 那這邊解釋一下為什麼我們提倡在胸推的時候 肩胛骨不要一直後縮下壓 因為我們在做胸推這個動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肩胛骨它會貼在我們肋骨上 自然做一個前引和後縮的動作 那如果我們在臥墜過程中 一直讓肩胛骨往後夾緊後縮下壓的話 其實反而會限制我們動作的一個完整性 那除非今天是一個健身的新手 它不太會控制自己的肩胛骨 在胸推的時候會容易有肩胛骨過度前引 導致圓肩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就會建議它在做胸推的時候 還是相對做到比較後縮下壓的角度 再進行握推 我的第二個動作 會選擇用Live Finish的機械做上斜胸推 一樣會做3-4組 強度在8-12下機會大強度 去做4-4組 在7-12下的角度上 最初就在0-14下的角度上 在1-12下的角度上 沒錯 在2-13下的角度上 在2-13下的角度上 在1-13下的角度上 你會很重花園嗎 沒有 我覺得那個脆脆的 我就喜歡吃那種脆脆的東西 那那有味道嗎 有啊 它是有味道 那我那個馬鈴薯我也都會用七大鍋 烤到它就很脆這樣子 我背賽喜歡吃那種口感不一樣 上次推的第三個動作 我會選擇做雙槓來做下胸的訓練 那一樣會做三到四組 預計做八到十二下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 那三個胸的主要動作做完以後 接著我會進行到三二一的二的部分 那我要做的是坐姿的啞鈴尖推 來訓練我的前三角肌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球 我會玩的 I'm going to go to the light Hope they won't shoot me down soon They seem gonna sleep this night Try to catch me howling at the moon 輔助機群的第二個動作 我會選擇用啞鈴來做 中三角肌的啞鈴側屏矩 這個動作我會選擇做四組 每一組做到15下 RPE會接近9 盡量到快要力竭的強度 我們就開始吧 我會用我的手錶 訓練我 紀錄我的訓練時間 然後就用這樣子來 順便算一下我的組件休息 我的主要像我雙關節大動作 我都做八二十下的 我可能休息90秒到160秒 然後單關節的我可能就休30到60秒左右 好那我補充點 我會選擇用手錶計算我的組件休息 就是我們器材上會盡量不要使用手機 那我們手機計時的時候 有時候會看到一些訊息什麼的 可能會不知不覺就讓我超過那個休息時間 所以我比較偏好用手錶來計時 那接下來訓練要進入尾聲了 我們321訓練法的最後一個動作 我選擇做公三頭肌的訓練 然後我選擇用Cable 去做單關節過頭必屈伸的動作 我會做四組 然後強度抓12到15下 我們就開始吧 那今天的321訓練法的上肢推日 如果是要推薦新手來操作的話 我們建議調整的地方是可以 訓練強度我們選擇強度低一些 可能12到15下的強度 然後注意每一組的動作都不要去做到力竭 來確保我們的動作品質跟感受度 是比較理想的情況下去操作 會比較適合新手來使用這個321訓練法 那下一集我會和我的備賽夥伴Erica一起訓練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